大家好,我是2A5一號偶傳器,今天想介紹日本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大昏縣 大昏縣是位於日本近世的東部,人口大約118天,列積大約6340平方公里 大昏縣是位於地獄之名,主稱的別府溫泉香,前沿般的游泳溫泉,全側優良的溫泉是九州觀光的一大之縣 從右邊的圖片可以看到紅色的地方就是大昏縣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別府溫泉,別府溫泉,別府溫泉是日本最大的溫泉坑 所以說是最大的,因為它的泉水湧出量和溫泉的溫泉數量都是日本第一 別府溫泉坑有2300樹溫泉,每分鐘發出87公升的溫泉水,別府市內處處可以看到溫泉湧出的蒸氣 但它是日本首位的溫泉坑,然後我想介紹一下地獄場游路線 別府溫泉會很方便遊客設定地獄場游路線,提供地獄場游路線,提供地獄場游路線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七處地獄的其中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海地獄,Yumichikonku Yumichikonku,海地獄是它們現在1200年前可見過爆發地形成的 附設的商店裡能夠品嘗到利用地獄噴泉主屬的溫泉蛋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第二個地獄,就是白痴地獄 Yumichikonku,Yumichikonku 地獄溫泉的名字是以外觀來明明的 它叫做白痴地獄,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溫泉呈現難發色 如果這樣經過鐵輪區的人,一定要來白痴地獄一轉 其實除了剛才那兩個溫泉的營業可以參觀之外 其實自己還可以浸溫泉 那這這這這這這,大家來到大昏園一定可以錯過浸溫泉 大家可以入住溫泉旅館,享受一轉既可以書冠身心 又可以輕鬆的溫泉旅館 除了剛才那些溫泉大家可以去參觀和享受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表點,我去前面大家可以去過 就是九重木大吊橋 Yumichikonku Yumichikonku 九重木大吊橋横跨九翅溪 第二次的溫泉橋横跨就是方便離開跨橋的時候 來得到欣賞到腳下的九翅溪 九重木大吊橋的橋横跨離溪高度就是173米 吊橋兩側主體高度就是43米 用超大降上支撐橋横跨,總長度為390米 整條橋總成在人數就是1800人 兩側都可以入橋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大昏圓的味性 其實大昏圓現在的味性也很有名 就是豐厚牛 Oletchowahu 豐厚牛在日本有極高的評價 屬於3級以上的上等黑暴龍牛 豐厚牛以它的脂肪溫暴期溫暴力 它肉味香濃,肉質就不好吃肉 對於愛吃牛肉的人來說 絕對不可以錯過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去大昏圓去吃海豐厚牛 以及去吃溫泉 我們有機會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